1950年11月上旬一天深夜 已经忙碌一天的毛主席毫无睡意 突然只见毛主席拿起毛笔 在信件上拟写了一封 发给湖南省人民政府的紧急电报 电报内容如下 湖南省人民政府 着急查明查林罗克少此人是否在 再次从速逮捕 准确来说 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一个逮捕令 也是建国后 他第一个亲自起草电令要求逮捕的人 毛主席的信很快被送出 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省监察委员主席的谈与宝看后 愣了一下 踏实惊道 主席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人啊 我们知道 毛主席自从参加革命以来 九死一生 可他对待敌人 一向都是脚枪不杀 优待俘虏 这一点 从建国后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就可以看出 既有国民党起义的将领 也有接受改造后的战犯等 比如1975年特设战犯时 有一些战犯不符合释棒标准 毛主席接到报告后直接批试 气魄太小了 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 年老有病的药 给治病跟我们的弹部一样治 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那么 罗克少究竟是谁 为何毛主席在建国后依旧记得他 还心思写下逮捕令 他又犯下什么大罪 这一切都要从罗克少的生平说起 看看他是一步步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罗克少 1877年出生于湖南查林县 江口香郊平村 从小家境优越 是一个地主家庭 因为父母溺爱 罗克少从年少开始 就过着一来伸手半来张口的生活 平时穿着长袍到处溜达 无所事事 久而久之 跟地痞流氓沆泻一气 以欺负穷苦大众为乐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26年 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各地穷苦老百姓开始觉醒 很多农村都建立起农会 那些常年遭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组织了起来 他们跟恶生 地主们斗智斗勇 罗克少作为地主恶霸一员 免不了遭受打击 经常被捆绑起来游街示众 这一切让罗克少怀恨在心 一直等待机会展开报复 1927年5月 湖南爆发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捣毁农会 逮捕屠杀共产党员 革命群众等 并释放所有被抓捕的猎身 土豪 地主等 据始料 马日事变的半个月时间里 湖南省内遭到杀害的革命群众多达一万多人 整个湖南到处都是白色恐怖 这严重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 罗克少欣喜若狂 他趁机将当地地痞流氓组织起来 并收缴了家乡农民武装的武器 罗克少还派人四处张贴告示 宣传只要加入他的武装就能飞黄腾达 眼看时机成熟 罗克少组建了查林县18团团防局 他自认团总 这里差一句 所谓的团防局主要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的指挥机关 包括反动武装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也提到了团防局 他写道 多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 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 有独立的财政 征收权如母娟等 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实行逮捕 监禁审问处罚 在革命早期 很多农村的进步青年 革命志士等 都曾遭到团防局的迫害 罗克少有人有枪后 短短几个月便将个人武装发展到200多人 他开始在当地耀武扬威 谁要是反对他便遭到杀害 1927年9月9日 某主席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 先后在宁钢 永兴 查林等县建立了党组织 发展革命武装 这让很多穷苦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可这是罗克少不能容忍的 一直在找寻机会进攻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当年12月 敌人进攻查林县城 企图将驻守在这里的工农革命军消灭 尽管我军费勇杀敌 奈何敌众我寡 一番激战后只能退出县城 当时工农革命军力量有限 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杀人 一些立场不坚定同治革命信念开始动摇 萌生了投敌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 秋收起义后 毛主席进行了著名的三弯改编 陈昊被任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陈昊贪身怕死 他看到敌人强大便有了投靠的想法 他跟副团长徐树 参谋长韩昌剑 义营营营长黄紫吉等密谋 认为井冈山根据地太艰苦了 于是决定带着这支队伍去投敌 陈昊把目标选择 正在湘南贵东的方鼎英 此人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 跟陈昊在黄浦军校施施生的关系 前委委员第三营党代表婉希 先在城外巡逻时截住一名邮差 意外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陈昊写给方鼎英的信 于是立即派人向毛主席汇报这一消息 当时工农革命军每个战士都很宝贵 毛主席非常生气 他决定亲自带人 将这支企图叛变的部队拉回来 毛主席和袁文才率领农民四卫军一步走小路 赶往查林县城 不料在江口村遭到罗克少所部的阻拦 双方展开激战 眼看陈昊很快将部队拉走 毛主席却被罗克少的团防局挡住去路 就在关键时刻 袁文才对毛主席说 我带领特务连正面接火 陈国军带第一连从河边直插过去 不怕他不退 毛主席认为情况紧急 也只能这样 最终击退了敌人 战斗结束后 农民自卫军四亡四伤 毛主席气得直跺脚 他说 这个罗克少太可恨 耽误了我们的大事 顾不上那么多 毛主席率部继续前去追赶 当他们赶到查林的换西围时 陈昊带着的工农革命军已经过了委外 陈昊万万没想到 毛主席亲自带人来追 一下子慌了神 原本队伍中就对他为何改变行军路线不解 如今看到毛主席来了 当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毛主席大声质问陈昊 你为何要把队伍带向安人方面 陈昊知误者无法给出答案 一旁原文才立即命人上去摘掉陈昊的配枪 将他捆绑起来 如果再晚十分钟 这支工农革命军将被陈昊带走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毛主席对罗克少不能忘怀 有了这一次表现 国民党反动拍发现罗克少可以利用 于是将其收编 任命他为查林县义勇队总队长 有了这个身份后 罗克少一直在找寻机会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干一票大的 1928年1月 罗克少接到探子密报 称查林县摇水区工农兵政府 即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 很多重要人物都会来参加 罗克少认为机会来了 他立即召集不下赶往摇水 准备来个突然袭击 这样就能向国民党方面请功 当时开会都有暗哨 摇水区工农兵政府 也知道敌人很可能会来破坏 可大家都没有想到 罗克少胆子如此之大 竟然直接发动袭击 很不幸 罗克少得逞了 他将摇水区农民自卫队 队长林子冰等多人抓捕杀害 仅这一件事 就让罗克少得到了 国民党方面的通电家奖 还给了他一笔 颇为丰厚的奖金 此事过后 湖南就流传着一个说法 在井冈山有两条大地投蛇 东边有萧家壁 西边有罗克少 不把他们打掉 我们是不得安民的 1928年8月 中共湖南省委派杜金修 南开明来到井冈山根据地 他们要求红军离开根据地 向湘南地区发展 毛主席等人召开联席会议 大家研究后认为湘南敌人强大 敌强我弱 坚持在罗霄山脉中断 发展政权的原定方针 这时 湘干两省敌人 再次对井冈山根据地 发动了第二次会角 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毛主席率三腰团 来到永兴竞技干敌 而朱德则率28 29团往林县查林竞技相敌 然而 杜金修、杨开明等人不顾联席会议的决议 竟然盲目执行湖南省委指令 他们强令部队离开林县南下攻打陈州 遭到严重失败 这次盲目下令 不仅致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也使得边界各县也相继失陷 党组织、群众遭受重大破坏 使称8月失败 这期间 敌人发现宁钢县红军力量空虚 便占领新城、古城等地区 罗克少也没有闲着 他命令部下配合国民党军行动 在独立山搜脚时 抓到上寨乡党支部成员刘定贵 罗克少决定顺藤摸瓜 他对刘定贵采取了各种逼供手段 最终迫使他供出 在上寨新隆安办公的工农兵政府情况 获得如此重大情报后 罗克少顾忌重施 这一次他亲自率领200多人 直奔上寨新隆安 虽然工农兵政府有多名暗哨 也在一里外鸣枪告知 可案内的部分人员还是来不及跑上山 结果被团团包围 罗克少这次袭击上寨新隆安 当场打死了苏维埃优秀干部19人 抓获多人 成为香港边界8月失败中的大血案 另外 罗克少还指挥部下在藤村 上寨一带大肆烧杀 无恶不作 老百姓汉的牙痒痒 据资料 宁刚县委书记龙超清 很快向毛主席汇报了新隆安血案 毛主席直接派案而起 他愤怒地说 这个罗克少就是低头蛇 如果不把他打掉 我看我们是不会有安宁之日 毛主席还下令 一定要将罗克少神之以法 从此 袁文才一直派人秘密侦查罗克少的下落 1930年2月 机会来了 罗克少准备在小年那天去私会拼头 袁文才接到报告后 立即派人前往 罗克少拼头所在的村庄守株待兔 最终成功活捉了罗克少 罗克少被抓捕后 如何处理他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应该立即公开枪决 杀衣警百 也有人说留着罗克少 他还有利用价值 原来 1929年3月 罗克少便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查林 林县 明刚三县的团防总指挥 同年 罗克少在国民党的帮助下 再将口箱建立起一个小型兵工厂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武器极度匮乏 所以袁文才一直能把这座兵工厂搞过来 罗克少自从被抓捕后 贪生怕死的他一直表示不要杀他 而且愿意将兵工厂捐给红军 希望能免他一死 就在红军内部争议如何处理罗克少时 袁文才被杀 结果竟然有人偷偷放走了他 逃过一劫的罗克少继续横行相礼 奈何不久后红军开始长征 留下的红军又因敌我力量悬殊 加上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全民族抗战 只能暂时放弃抓捕罗克少 解放战争后期 罗克少看到解放军势如破竹 国民党很快走向失败 他知道继续对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解散了个人武装 还把武器装备交给了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时 罗克少所在的江口乡 以客家人为主 这里交通闭塞 只有一条洋长小路 当时来到江口乡的解放军 对这里情况并不熟悉 而狡猾的罗克少 一方面协助解放军了解当地情况 另一方面把自己的财产都主动捐献 结果他被解放军错认为是开明的乡身 土改开始后 善于伪装的罗克少 更是把拥有的土地上报 不仅如此 罗克少一家还住进了低矮破旧的房子里 穿衣更是破破烂烂 跟乞丐几乎差不多 果不其然 罗克少这些手段起了效果 被当地政府认为他真心悔过 加上他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 就让他去小学里教书 并兼任校长一职 就在罗克少认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时 他万万没想到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那一幕 1950年11月上旬的一天 正在教书的罗克少 得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毛主席已经要求当地政府查他的下落 并要立即抓捕他 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